这个什么南洋何公子就是何小兵 我不希望这个名字再出现在我耳朵里 是 走 苏阳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喂 喂 六公子 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诶 如梁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里面有什么小大消息 你们知道主播金星雨的大哥 往事随风吗 最近都传风了 谁不知道 金星雨可是我学校的大校花 往事随风 好像挺神秘的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我们学校大三的一个学长 杨依然要一个院内睡到金星雨 不让败吗 果然出手大法 你说什么 疯了 又不是睡高木木 发什么神经 你知道那个学长现在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今天要见金星雨 喝水 刘洋 你回来了 嗯 金雨 你朋友 刘洋 我说是我的邻居家好朋友 对啊 这个就是我问说的我是随风 今天就是他送回来的 你好 你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哎 哎 不用理他 喝水 嗯 哎 哎 欣宇 你这朋友是不是喜欢你 他喜欢我 那要不然刚才为什么他对我那个态度 我们俩只是朋友的关系 怎么可能喜欢我 就算他喜欢我 我也 你也是吗 没什么 来 喝水 哇 这好怎么找不回来呀 这好怎么找不回来呀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往事最猫 往事最猫 那今儿啊 气大 你谁啊 谁让你这样 你 就是金星雨 对不对 你 你 就是金星雨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金星雨 那就没错了 哎 干什么呀 你犯的生活很好啊 我找金星雨遇事 跟你遇事不关系 我欠你啊 少管点现实 不然 倒到你的困里 现在 立刻给我滚 要不然我立马报警 哎哎哎哎哎 哎哎 哎哎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往事随风 往事随风 知道还敢动我 那今儿 我就连你们的 力气大 哎 大哥 你就是那个什么 南洋何公子派来的是吧 没错 何公子呢 前两回事让我查着 往事随风的行 没想到 今儿个自己都好 是往事随风 我告诉你 就是我打的就是你 你不是冲我谁吗 放开 你 那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想干什么 你告诉我 没事吧 什么人啊 你干什么呢 快快帮忙 好歹朋友一声 你赶紧呢 赶快帮忙 这 你说我啊 这小生女 那 哎呀 啊 你干什么 成风 你没事吧 妈 大哥 大哥 大哥别打了 别打了 我不是往事随风 你只好是我大的 我就是想细时 你是我 那你还不赶紧勾滚 好 好好 有点意思 金心雨 今儿我来呢 是跟你带个心 三天之内 你必须要跟何总签河 要不然 可就不能像今天这么有事 刘曼总 升哥 南洋何公司 何小兵啊 升哥 你劳命了 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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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了 一个骗子而已 刘曼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不算什么东西 但我就是往事随风 刘公子 这个什么南洋何公子 就是何小兵 我不希望这个名字 再出现在我耳朵里 是 走 苏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喂 喂 六公子 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六公子 现在有人想要跟您竞争 老董事长的遗产 不是说 老董事长五二五女也没有爱人 谁跟我借这遗产 老董事长确实没结婚 也没有子女 但是他有个侄子 叫柳天一 这个柳天一 也是南洋事人 不是 他是京城柳家的人 京城柳家也算是一个大家族 老董事长和现在柳家家族 柳梁是亲兄弟 既然老董事长在世上还有亲人 为什么会选择做继承人 这个老董事长的亲兄弟啊 可比陌生人还要无情 当初柳城柳家的继承人 一共有两个 柳梁知道自己不是老董事长的对手 便丧心病狂的找了国外的杀手 老董事长被逼无奈 离开柳家 跑到国外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还有这么一段模式 就是因为柳梁感性杀绝 老董事长寒了心 所以才想让柳公子 您继承他的遗产 但是 老董事长既然立了遗嘱 选择做继承人 他们凭什么工作 您别忘了 您现在只不过是 拥有暂时的支配财产的权利 如果三年之内 没能让你 沐小姐真正爱上您 并且和您结婚 您将会彻底失去你 继承你一场的权利 要让沐妍心爱上 而且必须三年之内结婚 柳公子 我会帮您追沐小姐的 疼了 你个糟老头子 拉斗谈恋爱 还有 柳家有可能会顾修杀了你 什么 柳公子 你也别害怕 我会派蒋天生 天生保护你的 我会派蒋天生 有 我会派蒋天生 你 谁啊 放开我 你们知不知道 动作是犯法的 我 你给我安静一会儿 待会儿有你好手的 李楠 原来是你啊 刘洋 你说我们把你绑到这想要干什么 高梦 现在还有你 怎么 看到我很惊讶吗 怎么样 现在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已经被吓得尿酷死了 高梦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 绑架是犯法的 犯法 犯法啊 木木 我好怕呀 你觉得我会怕这个吗 你上次找我演戏羞辱 我 我还没找你算账的 李楠 像狗一样 你有种啊 快把我放了 放了 我大费周章的把你弄过来 你觉得我会放你吗 啊 那你就别怪 我不念同学的旧情了 你有什么意义 赶紧写下来吧 不然待会儿 没有这个机会